回來第三節的升旗易得道 其實是一個懷念 林偉俊先生的特輯 今天也是打算做三節 不打算繼續做其他節目 其實本身是停的 我原本真的打算不說 如果老闆還在的話 他一定會跟我說 不行啊 一定要繼續做啊 怎麼可以停啊 這個是你的事業來的 我真的用了這套概念去做這個節目 我經常都 其實有時候做得很辛苦 我也覺得要堅持下去 因為 說回林先生 他本身是開心果來的 他每樣東西都很開心的 我覺得他應該也不想我們 他也不想把口臉和哭 他一定叫我們不要這樣啊 大狀 他喜歡叫我大狀 大狀你不要這樣啊 苦瓜乾的樣子 我想現在的局勢很依賴 很靠管理層 今天我們都很開心 看到這麼多公告 迅速做出很多措施 穩定公司 其實 我覺得在這件事裡 短短幾個小時 香港人的管理層完全體驗到 喜歡先行的這種管理模式 大家都知道 林先生的公司他佔七成 六十六 他的公司好像拿著六十六 應該他佔了 七十點多 我看到今天是六十六點多 還有另外一間 我看阿斯達克的 那些很難我不准的 那個不准的 是嗎 我看年報的 我今天還怕我記錯 我還看多次 所以林先生 他或者他的家 是持有七十個%的 但是本來講 同事有的股票 都是零點多 兩位 兩位同事都是 四百多萬股 本來講 他們大部分都是管理層身份 但是管理層身份 是不是管理不了這間公司呢 其實在這次事件裏面 我是非常樂觀的 我看到 完全有一張出師表的感覺 林先生就是 先主席創業未判 而中度崩潮 但現在超市天下三分 零售這件事 我們要繼續努力 否則沒有辦法 不能夠完成這個 宏願 這個宏願 大衛打擊巨人哥利亞的宏願 這件事就很需要管理層去堅持 我相信他們是可以的 以我 對他們的理解 他們是很成熟的人 因為他們的公司 整個制度 其實是一個 很暢順的制度 因為 每次出來訪問都是林先生 因為他 其他人不會出來訪問 大家以為沒有了他 不行 應該是一個錯覺 據Johnny的理解 這個公司 沒有任何人都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本身是一個成熟 運作的公司 不會因為 某人的理去 而令到公司 崩潰了 不會 而且管理層也 沒有可能 老實說他們那個系統 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 他有分貨 那些貨 不是全部存在他那裏的 他拆櫃就馬上出去了 這件事很可怕的 他們的系統其實 已經全部溫到很熟 只要他們繼續做下去 他基本上是不會有任何改變的 只是沒有了 林先生的一個精神領袖 我們這一節 因為 他想爆一點點資料 因為林先生的之前 也向我們吃飯的時候 向我們提及過 因為 近這一段時間 我不敢說 去到很久 就是 他們 在領會 領展 那些租約 很多時候 就被人用 正當的手法逼走 然後取而代之 就是他們的對家360 當然 林先生也會覺得 老實說 很多事 有些報導 唱衰他 7595 不行 被銀行 Colong 之類 老實說 他也知道 約翁是甚麼人做的 問題就是他在我們面前 慎 那麼加上 你說那些舖的東西 你如果一個街舖 就不存在被人逼走 因為 你出市價 業主租生 就不租生 難道 你3600做得好一點嗎 759 不交租嗎 759肯定不會不交租 是不是 但是呢 你有某些商場 例如你那裏去領展 那些真的可以用人事的問題 就被人踢走 領展是甚麼機構 領展 已經本身是一個 藏污立救 我不敢說藏污立救 我又不太清楚 但是呢 領展呢 其實他呢 他可以判一些 被黑社會做街市的 知道他不是好人 很多是哪裏 而且 一講領展 香港人 真的很了解 不用描述都知道 領展不是甚麼甚麼 三個字 三個字 為了尊重 我這一節都沒甚麼 怎麼說粗口 這一集 尊重林先生 因為 很多時候他都說 你少說粗口 多些女性 多些女性 跟我們說 少說粗口 多些女聽眾 支持 或是入屋 這樣說 老實說 領展 是不是真的 他的公司想迫害 這個759 我覺得不是 最多就是 部份的人 收到別人的好處 有些伙計 或是做衣繩 或是做衣繩 有些人收到別人的好處 我幫你踢走759 等你的東西下去 他主打的東西 都是在 很多時候 在屋邨領展的商場 他做了這件事 這樣懷疑他很合理 你看今天 他對媒體的反應 姓林那個人 林子豐 人家剛剛 屍骨未寒 他在說甚麼 他在說 批評人家怎麼做得不好 他說 那個人不懂得做生意 如果在做生意方面 可能人家真的不夠你聰明 問題就是 你賺得那麼盡 不夠你賺得那麼盡 你賺得那麼快 或者不夠你那麼多門楼 之而此類 因為 林先生 那次我們吃飯也說起 原來是這麼複雜的 做零售 我跟他說我們都是收租算數 很難 我們寧願 買一些日文也收租算 因為我建議我們 幫他入歐洲貨 原來 他跟我們說完之後 我們聽完之後 說不如不要做 我們打到 當時 他心涼了一箭 我們搞不搞得行 這件事太複雜的東西了 他一說起零售 通關 運輸 那些我也認識 但他講到物流的細節 又要便宜又要不用 用不同的季 還叫我上課 去學一下物流展 我覺得真的很感激 真的很難 還有那些資訊科技 那次一說完 我們已經打算大師一半年頭 然後 他就support我們 他說不要緊 你們儘管去馬 所以我們才打算 去歐洲考察一下 所以呢 昨天一收到Johnny的消息 我們覺得歐洲這個團 我們其實 要押後 因為他當時是大力支持我們 甚至乎 會派兩個親信 跟我們一起去 原定我們是今天訂機票的 但是因為 撞到這麽大件事 也希望 看看我們有什麽可以幫忙 即使幫不了也好 也可能 不會加重他們公司的負擔 他們兩個親信 派得出來一定是親信 這些時間當然不可以離開公司 這時候當然要找另一個公司 所以我們那個 去歐洲考察 我們都會 額後看看 可能額後多一個月 或者 到時可能多點時間 去 訂機票 或者安排行程 我們再看看情況 那個情況 雖然 我沒有正式拜師 跟林先生 但是我們的關係 就好像司徒 所以一定是處理 林先生的身後事 這是一定的 其他有些事情再慢慢說 我們正式要慰問一下他的家人 因為我們本身也不認識 希望他的家人也節改順便 因為 有時候 怎麼說 那些 客套說話 我們都無謂說 個個都會說 問題就是 剛才我們 我們覺得 林先生 我相信 應該跟他的家人 我想帶的訊息 雖然我不認識他們 但是 你們的爸爸 或者你的先生 是一個很偉大的人 所以你們應該很proud 他的 絕對沒有問題 香港人都支持他 我覺得他如果在 天上看到我們 都希望我們開開心心 就不希望 為他 喊苦喊忽 那我想 這一集可以做短一點 因為 要爆的就爆了 為他套口污氣 他也覺得 不止一個舖 幾個舖也是因為 為什麼被令展踢走了 然後被他的對手進去了 外面的風 就好像是 他們會站不穩 做不住 賣盤 可以跟大家說 以我的理解 他們是 相當穩打穩擇 一點動搖都沒有 要買也不輪到你 那個人 你帶不過人家 日清 人家日清也是股東來的 也是想買的 你帶得過人家嗎 你不用想的 還沒輪到你 不好意思 真是我說 日清真的很大 其他東西 這節做短一點點啦 因為 心情也挺凌重的 吳先生應該是 雜雜也有聽過 之前 真的很厲害 他有些細節 我覺得是 我有時自己也忘記了 說什麼 他是說出來的 我們這一節 不知道怎麼傳遞給他 不過我們研究一下 我都覺得 吳先生應該是會聽到的 因為我相信什麼叫永生呢 當大家都懷念一個人的時候 那個人就是永生的 所以 在我們中國人來說 可能關運牆一直永生 耶穌是永生的 所以林先生也是永生的 好 我們今節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下集再見 拜拜